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人被称为是最令人不可思议的 甚至是最肮脏的 最惊奇的这么一次美国总统大选 大选结果会怎么样 还要过几个小时才能知道 但是截止到目前呢 川普的阵营已经状告了 大概是内华达州啊 是哪个州 说他们过分延长了投票时间 那具体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 我看CNN报道当中说 这不是一个什么太严重的问题 应该不会怎么样 那也就是说 在刚刚投票开始不久 我们就 大家看到了一种麻烦 这种麻烦表现出来的是双方那种激烈的竞争 而作为希拉里来讲 一直在这个克林顿的 比尔克林顿的 怎么说呢 保护一下也好 陪伴一下也好 去增加他有可能的获胜的机会 大选结果会怎么样 不知道 在今天的节日点击当中我们讲了 包括英国的BBC金融时报 美国的纽约时报 所有大报都共同称 这一次的美国大选 已经成功的造成了美国的分裂 美国社会的分裂 美国内在的分裂 特别是在这个金融时报当中提到说 有关大选的双方阵营的这种极其对立的意见 已经造成了包括家庭 朋友 同学 公司 社会的最底层 最基础的细胞内部的分裂 一个家庭本身可能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而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呢 是激烈的碰撞 那我在节目当中早在三个月前 大概两个月前三个月前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 主要是在欧洲遭到这个恐怖袭击的时候 特别是英国退出欧洲的公投出现之后 我们说欧洲出现了分裂 那美国呢也出现了这种分裂 而美国的分裂当时集中在白人与 白人警察与黑人之间的这样的冲突 而欧洲的分裂是出现在恐怖分子 和这个英国的脱欧的概念 而英国的脱欧的概念同样来自于 欧洲大陆的移民的政策 欧盟的移民政策 在谈到欧盟的移民政策上 今天德国之声报道了一个很特别的内容 就是德国的警察抓到了五名 从埃塞斯这个从这个叙利亚来到德国 以难民身份进入德国 但他们却是埃塞斯国的战士 那这个消息成为了德国媒体今天爆炸式的消息 我觉得这个消息是非常非常震动的一个消息 那另外一个震动的消息 那就是人大释法 张德江以人大释法的方式来直接打击习近平 这几乎成为了相当一部分香港媒体和一些中国问题专家 对他的看法 就对这件事情的人大释法的看法 人大释法这件事情 习近平无可奈何 只能看 而这件事情带来的 造成的台湾 这个香港社会的直接的分裂 这是非常明确的 他的分裂的概念是会激怒整个香港的普通人 包括他的专业人士 今天几千名的这个法官律师 穿上黑衣 沉默游行 抗议人大释法 那在人大释法拿出来之后 香港的最高法院 高等法院 并无法来判决 最终这两个人 在宣示风波问题上的 是否能够重新再宣示 那到 截止到我做节目的时候 那高等法院都没有拿出判处结果 因为 因为他没办 他要怎么做 因为人大 人大常委已经做出了人大释法 对基本 对基本法 那也就变成了 那要不然高等法院 不顾事实 一味的依附于 人大 人大释法 要不然就是说 他独立的判决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什么叫他独立的判决 什么叫他没有受到人大释法的影响 已经太难说了 对吧 你跟人大释法有冲突 那你叫他独立判决 你跟人大释法没有冲突 如果说有着类似的判决的话 那是不是就变成了是一种 中共中央 就北京直接干涉到香港的司法独立呢 这也不好说 因为可能从高等法院的判决角度来讲 他已经认为是应该那样的 但只不过人大释法放在前头了 就把他的真正的名分 他的尊严 就是香港高等法院的尊严给扼杀了 所以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 因为它是严重的 所以造成了在世界各大媒体当中 非常著名的大媒体 针对这件事情出现了相当严肃的评论 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破天荒的登了一篇文章 因为经济学人杂志通常是在周末才出 结果他在今天登了一篇文章 直接谈到北京的恐惧 就是中共的恐惧 对香港的这种极端的扼杀 但这种极端的扼杀 他根本无法遏制 在香港本地本土派的这种 这种拒绝中共的这种势头和思维和运动 反而更加激化 其实这正是张德江人大释法所希望 用了你习近平的爱国主义的 这种国家统一的概念 去激化你整个香港 造成反而一致一形成你最难办的东西 因为关键一个问题 在香港如果进一步冲突的话 人们指递的是中央政府 人们指递的是今天习近平当权的 那讲的是张德江的人大释法 但是人们探讨的是中国的今天最高的权力机关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 那除此之外 美国的外交事务 这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刊物 也谈到了一个小小的北京 一个小小的香港 却制造了北京所难以面对的恐惧 这是美国媒体 而法国的费加罗报 以社论的方式直接谈到 北京对香港的恐惧 和他将以最严厉的方式来对待香港 但是香港本身将会如何面对 所以这是法国媒体 英国媒体 美国媒体 以非常严肃的概念去对待 我们看到的这一切 正在发生的一切 而面对正在发生的一切 包括习近平对部级大员 我们知道内政部部长据说已经被抓了 叫什么 李国立啊 李立国 还有他的一个副部长已经被抓了 因为他们把这个什么福利彩票给弄 弄家里去了 大概是这么个故事 那黄树贤呢 原来的监察部部长 结果到了民政部部长 任部长 那监察部部长空了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财政部长姓楼的下来 换成另外一个人叫萧杰啊 结果这关键的问题是这两个人呢 财政部长被拿下来的时候都没在国内 正在跟着李克强出访呢 习近平在他不在国内的情况下 把他的官职拿下来 换了另外一个人 而这个人正跟他一起在出访 这是非常有趣 那李克强知道不知道 那为什么习近平在这个背景之下 不计较 就是说都不计后果的 不计这种 有点不计礼仪的概念 他的时间性机强 我的说法就是说 他有一个大的时间 在他2号 11月2号 直接讲说 党内有少数高级干部 是野心家 阴谋家 他要把他拿出来 如果他定好了 假如说他定好了 11月14号这天 要把他挂出来的话 那7号8号这天要干什么事 他都定好了 他不能再错后 错后 他的反响比较大 我想只有这样的理由 才能解释 因为他对等的是六中全会 之前的省部级大员的砍杀 结果我们谈到 最党内的少数的野心家 阴谋家 今天7号 据说人民日报 登了一篇刘云山的文章 刘云山直接点名说 在中共中央内部 高级干部当中 少数高级干部 野心家 阴谋家 阴谋家 阳凤 阴为 团团 火火 他把习近平六中全会的讲话 这部分描绘内容 全都拿过来 他说一遍 是我刘云山说的 说这些人 扰乱了整个 就是影响了党中央 撕裂了党中央 所以呼吁大家要团结在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这个消息太过分了 对不对 当所有人们认为 他指着少数刘云山 结果刘云山 以疑质疑 来这么一段 海外媒体 我刚才看到 第一时间看到这个消息 那我会跟大家分析说 为什么出了这种事情 为什么这么报道 那今天的主要内容呢 主要是涉及到香港问题 涉及到台湾 这个这个 德国抓了五个Isses的人 这是这是一个破天荒 另外就是刘云山 为什么以这种概念说法 除此之外 另外一个消息提到说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 曾经接到过习近平的邀请 曾经接到过习近平的邀请函 就是说双方会面 但作为蔡英文 他愿意会面 可是民进党的大佬们 不愿意他会面 这是一个相当相当的重要的消息 那这个消息就验证了我跟大家分析的 习近平非常要见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的总统 这是他关键所在 民进党也好 国民党也好 是谁都无所谓 他一定要见总统 那跟大家在分享这期节目的新闻内容的之前呢 同时呢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条消息 其实不是一条 是两条 但这两条消息探讨的是一个相对应的 人们在生活中能够遇到的 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事情 第一个他的说法说 人最伤害别人的武器是什么 每一个人都有 最伤害别人的东西是语言 我看这个我也有点反应 因为咱节目就是talk show 就是靠嘴说的 对吧 而且我个人完全是靠嘴说的 因为不写稿 不写一个字 他说最伤害人的是语言 他讲了个故事 他说有一个人呢 他住在山里面 那一次无意中呢 他看到了一只小的熊 那小熊没有母亲 他就给弄回家了 所以他就把这个熊养大 当把熊养大之后呢 那跟熊的关系就非常好了 但是熊就是熊了 说在一次秋天的时候 熊呢自己出去了 就把人家邻居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老运地 狗熊拜棒 就把地给毁了 因为因为他去 反正就偷棒子吃起来 偷棒子吃起来 狗熊拜棒子 掰了一地 操他了一地 熊就自个儿敲不声回来了 但是人家邻居知道了 邻居一看就知道是熊干的事 就到他们家来 说你这熊把我们家地给 这个地给糟蹋了 说你个你也太过太太那个了 那作为主人的他呢 就觉得很很没面 然后就把这熊打了一顿 把这熊打了一顿 然后在打这熊的时候呢 他就说你这个畜生 那个不懂人事 你为什么要糟蹋人家东西 那你也就是用语言 以侮辱的方式 侮辱这头熊 在侮辱这只熊的过程当中呢 熊可能也无力在抗争 熊倒是 人说那熊倒是 倒是非常的 非常的人性 他打我 打着熊 这熊不反抗 就爱打了 那熊呢 一气之下呢 就就夺门而出啊 就说跑到山里走了 不再回来了 那主人看熊跑了 以为没什么事呢 当然过了两天 这熊也不回来 那主人多少心里头 就非常的内疚 那觉得 终归他是从小养大 我相信很多朋友 养狗的 养猫的 养鸟的 养鱼的 你一手养起来东西 大家都有一种情感了 那我想 我原来养过 养过鸟 养过这个鸽子 养过鱼 那心里是有这种感觉 特别是从小养大的东西 然而感觉有一种 一种心态 一种心情 那结果就是这故事呢 就是这么来讲过来的 有一天这个人到 到这个 到这个 山里去打猎 打猎呢 反正就是前感后凑的 这没打着东西 结果遇见了老虎 那遇见了老虎 他没打掉老虎 老虎就要把他给点磨了 在这种 搏杀的过程当中呢 作为他来讲 主人 这个人来讲 处于下风 在处于下风 他完全认为 完了 肯定被老虎吃了 在这个背景之下 他突然看到了 从老虎的后面 就过来一只熊 那这个熊呢 就跟这虎打起来了 所以虎没有伤及到他 结果被熊给挡了 那虎跟熊打了一阵呢 老虎就是没有打过熊 老虎就跑了 那作为这个男人一看呢 他自己的熊嘛 他认识 认识是自己的熊 那他就觉得很 那就这种情感 是一种描绘了 然后他跟熊说 也不知道我上次打你 你是不是这个 心里还很难受 身上还受伤没有 那熊就跟他说了 这是一种说法了 熊跟他说 说我身体的伤早就好了 但是我心里的伤 永远不会 不会失去的 这个伤永远是疼痛 熊帮着主人 救了主人 击退了老虎 但是熊 依然 默然的 离开了主人 走了 这么一段故事 这段故事 他讲的概念 那主人 无论怎么说 这个熊也不敢 就走了 他描绘了一个说法 在现实的生活中 作为侮辱人的方式的语言 在中国人的环境中 比比皆是 朋友间 同事间 同学间 乃至于家庭 夫妻之间 那父母对待孩子 棒下出孝子 其实如果你细品味一下 你会发觉 全大多是以侮辱的方式出现 那在走到社会层面 我曾经讲过 为什么 这个大娘啊 男人竟找二奶 大娘抓着小三 都是扒衣服 骂人 骂最肮脏的词 去扒他的衣服 那作为警察抓嫖娼的 不许这些人穿衣服 然后去审问他 那个警察穿的可是那样 不让那个男的女的穿衣服 然后去审问他 侮辱 侮辱是对人最大的伤害 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侮辱的环境中 被侮辱的环境中 人们毫无选择的 以侮辱的方式 去侮辱其他的人 被他的权力能够控制到的人 以侮辱的方式 来宣泄内心 被侮辱所积压的那种愤恨 那种不平 那种自卑 以侮辱的方式 来抹杀掉自己内心中的自卑 来求得一种平衡 觉得自己很有尊严 其实不是 依然是以侮辱的方式来追求被侮辱时造成的这种内在的创伤 同样是加深自己被侮辱的内在生命的这种伤痕 在今天的环境中 在CCTV的报道中 在今天中共反腐的手法中 全都是这个 而他用什么东西去描绘呢 语言 那种极端的语言 极端的用词 就是伴随着极端的手法 渗透在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 夫妻之间打架 当着孩子的面 以侮辱的方式存在 而作为孩子 他无力面对自己父母 以这样相互侮辱的方式 在一个家庭中 在他的面前 成为了一种生活的过程 所以这是最最伤害人的 但是却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当中 赖以生存的 求得占有的 取得成功的方式之一 所以在社会的上上下下 充满了这种暴虐极端的行为 语言是对别人最大的伤害 语言也就是对自己最大的伤害 无论你曾经伤害过谁 都对等的会伤害到你自己 而这种语言本身 是伤及到人的灵魂 伤及到人的观念 伤及到人内在的东西 外在的创伤是可以治疗的 里面不可能 所以我们曾经提到 包括习近平的做法 有人说回到文革 但是前两天我们也讲说 他在刘中全会的发言中 明确讲说与文革隔裂 那是悲惨的教训 明确讲说他不会效仿 不可能成为毛泽东第二 很大的原因就在于 他是那个时代的被侮辱者 他是那个时代的人的尊严的被强奸者 我觉得是这么回事 那有他的概念存在 那最伤害别人的是语言 而最能安抚别人 在现实中国人的环境中 人们有很难做到的一点是什么 聆听 做一个聆听者 也是在同样这两个内容放在一起了 一个人写了一段故事 说他从北京坐火车往南走 大概是那意思吧 结果在这个火车的 现在可能都是高铁嘛 所以大家都是 我没坐过 不知道 他说在同坐的 有三个人 有他 有一个女孩 二十岁触点头 还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就感到了这个女孩 看手机呀 很焦虑 很傲上 很懊悔 很无奈面对现实的一切 这是他说的 但是呢 在过程中 他就 就达成话 聊上天了 在聊天的时候 这女孩说 哎 说我去北京去面试了 说面试呢 结果又失败了 你记住他讲 又失败了 那这件事情 失败到现在 失败的原因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然后他就讲他 大概的一个过程 在讲这大概的过程的时候 另外那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打断女孩 然后就讲了一番人生哲理 三十多岁的男人 讲了一番人生的哲理 但讲这一番人生哲理的过程中 这个写这个东西的男主 这个主人就说 明显的感到这个女孩很茫然和不耐烦 那如果茫然和不耐烦呢 我们知道 对方的话 如果再说到一定程度 就很难往下说了 所以大家也就沉默了 那作为他自己 他有一个简单的认识 他说我无法给女孩一个明确的答复 因为他的背景 他的履历 他的生活 他的教育 他的一切我都不知道 我的一切他也不知道 而我们之间缺少历史性的这种相互的认知 我就很难去跟他说 你应该什么和不该什么 他说我很难 我也就只能保持沉默 那面对他的沉默 我女孩又开始滔滔不绝的 但很是一种在追寻着内心的某种平衡 因为遭受了挫折 在描绘着女孩自己的求职的过程 上学的过程 家庭的这种过程 从郑州 他是郑州人 从郑州到北京来往多少次去求职 都不曾成功 以及他对北京的公司的某些公司的认知 某些专业的认知 那他自己讲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他说对他的专业我也不服 那我只能去做一个聆听者 那当女孩有什么疑惑 或者说需要一种相互的交流的时候 他说我也就简单的去答上几句 但是在我的内心中 我是有一种心态 愿意帮他 但是我谈不上怎么帮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 时间过得很快 女孩一路讲过来 讲到郑州 女孩下车 临下车之前 跟这个男人 跟这个人说 非常感谢你成为我的聆听者 我的故事的聆听者 打扰您了 就打扰您了 我呢作为这个 我中间的故事呢 您也不要太在意 但是我感谢您的出现 在我求职失落的时候 女孩就走了 那这件事情 当女孩走了之后 她还在车上 那她就对她的影响很大 她说我没想到 我的一份 简单的付出 也谈不上付出 因为反正我得坐车 反正我也得往下走 我只不过成为了一个聆听者 我的一个聆听者的角色 却无意中缓解了对方 失去的痛苦时的那一份内心的苦处 我我耐心的聆听 她的故事 尽管我帮不上什么 但我成为了她的故事当中的第一个受众者 我也成为了她的痛苦的宣泄过程中的一个接纳者 而我的接纳对于我来讲没有什么 但是对于她来讲是非常需要的 她也提到说 她说我也想起来 我曾经在学校踢球的时候 是运动啊 她说有一次在争取进入决赛的过程中失败了 她说我自个儿蹲在墙角哭了半天 那个时候太需要一个人面对着我 不要说什么 也不用安慰我 你只要面对着我 我只要有一个人在我前面 我去讲出我内心的痛苦就好 她说成为一个聆听者 是对别人莫大的一种尊重 那对别人的尊重 同时也是对我的尊重 对生命的尊重 那我个人觉得这是故事了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了 在现实的环境中 在北美遇到了很多在餐馆中 人们在形容大陆人中国人的时候就是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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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任何一个人的餐厅的环境中 在任何一个集体的环境中 那是一个法语的环境 那是一个西班牙语的环境 他不去管 他不去管周围的一切 他大声的用普通话喧嚣去表达他的看法 好像靠他的声音来表示他的存在 他的尊严 他的权力 他的力量 其实就是他的自卑 去用自己的极端的行为来表达自己的存在 是对自己的侮辱和对自己的一种极端自卑的自然表现 人多了 讲英文 讲法文 各自私自讲话 那是没问题的 但如果在一个公众的环境 有其他人存在 你共同的圈落中 你去买咖啡 人家卖咖啡的 你两个人买咖啡 突然讲北京话了 卖咖啡的看 你在干嘛 他觉得是对他的欺骗 对他的不尊重 我相信朋友要理解了 这是生命的素质 而不是成 我说这不是一个承担者 这是一个语言的伤害者 当去表达自己存在的时候 向别人证明自己存在的时候 却用别人听不懂的语言 以高出八分贝的概念去描绘的时候 就是对别人的伤害 而作为一个聆听的人 会聆听的人 是对别人的尊重 说者无益 听者有心 一个具有平静的 自然的 敢把自己放下半截的人 能够聆听别人描绘的东西 他是一个智者 他是一个生命的主宰者 他是自我生命的主宰者 他不是生活在别人的眼睛里 嘴巴里 耳朵里 他生活在自己人的尊严与认知中 他懂得尊重别人 也懂得就变相地尊重自己 他就不会用语言伤及别人 他同时会作为一个 真正尊重他人的聆听者 在中国的社会 在中共最上层 是有这么一个人存在的话 有这样的人存在的话 他懂得这样道理的话 其实某种程度上 就是一种福分 就是一种中国社会 可能走向 有机会走向变革的 有机会走向重生的 一个人的基本的需求 那如果要收听这期节目呢 就是有关世界各大媒体 对香港问题 和这什么刘云山 所指明党内存在野心家 他为什么这么说 那请大家订阅石头Radio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石头Radio